做之後 你才有辦法再進一步的去做一些分析 比如說你可能要分析什麼 插入裡面有一個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吧 這還蠻常用的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表跟 這要表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圖 表跟圖的話 那你就是樞紐分析圖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小咪這個業務員 他可能哪一個產業別賣的產品數量最多 我希望用圖來看到結果的話 那用什麼方法來做最快 其實用這個方法最快 因為有的時候你用那個 老闆給他看那個原始資料他要昏倒 他這樣看到最後就一個圖就好了 所以 最好的樞紐分析圖按下去 他會問你說你要選的是哪個範圍 樞紐分析圖 這個整個範圍 我是針對小咪這個業務員 那主要是分析什麼呢 分析他的那個產業別 所以你把產業別放在什麼 放在那個左邊的這個坐標軸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把他的產品 哪個產業別賣多少的數量 如果我想要知道數量的話放開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圖跟表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上面是表下面的圖 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我 就是因為你先把資料準備好 後面的表跟圖呢 很快就可以幫你分析好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把資料準備好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面的事情 如果你資料沒準備好 那你怎麼做後面 當然沒辦法 OK所以前面 我覺得你可以 但後面我們還會講到批次的 一鍵按下去 所有的那個 業務人員全部都幫你準備好 你在去做後續的事情 所以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順序分析表 這個 順序分析圖應該 不陌生吧 你可以從這邊去加 那前提就是哪一個 業務員 你要分析的哪個為主 產業別 想要了解 他銷售哪個產業別銷售的產品的數量 那主要這三個欄位 你可以去做後續的分析 OK這個是 額外提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而且同學對這部分 特別有興趣 前面做一堆 其實主要目的是做後面 有一個鋪陳 所以很多人前面東西做不出來後面那更不用說了OK 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那個 篩選業務篩選業務房呆 OK 再來的話呢我們還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查的是產業別 產品 還有客戶名稱這些都是 所有的文字資料那你當然 可想而知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你如果要篩選什麼呢 產業別其實你根本不用重做你知道什麼 當然第一個把篩選業務一直從頭到尾把它複製 這個房呆 那就那就直接這個好了 比如說這個這個範圍 的程式 把它Ctrl C 然後貼到底下 那特別是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改成篩選什麼產業別 OK 那改完這個之後的話 一改完了 二的話呢 在什麼 這個應該什麼 產業別 姓名可能改成名稱會比較好 產業別的 名稱 OK 這邊改一下 好 那這樣還要改什麼呢 這邊的藍數有沒有 Fill的我剛剛特別強調 你要查的是 第幾藍呢 3 4 OK 所以把這邊改成4 為什麼不是Ctrl Ctrl Ctrl 為什麼他不是Ctrl 為什麼是Fill 這個一般 在 那個 Excel裡面 就是Ctrl 可是 其實Fill的通常是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 常用是Fill 意思就是這個地方是把Excel當資料庫 來看待 OK 所以他是把那個 資料庫裡面的查詢的概念 直接幫你搬到Excel 但是以前如果你要用資料庫 你要學Sequel 的語言 但是在這裡不用 OK 所以基本上當然也比較簡單啦 OK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是 習慣 那你就要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他固定產生的 我們就是要Follow他的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 OK 好 那第四欄 那其他要不要改 不用改 改完了耶 有沒有這麼這麼好 其實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就是直接改 這個 然後再來改 這個 還有什麼 好像沒有了 OK 這個試改一下 還有什麼 沒有了 OK好 試一下 如果說OK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篩選業務 這個把它貼上 按鈕把它改成什麼 指定聚集 三選產業別 這樣的話我們試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查什麼 查 金融業 確定 金融業 OK 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呢 所以呢你會發現 塞原產業別怎麼那麼快 好沒錯 其實以後你做完之後 一個拿來貼就好了 那下一個的話 產品 也可以 也是怎麼樣 如法炮製 所以你可以 再拿這個來 複製貼上 把這邊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邊改成那個產品 然後這邊改成 又改完了 不過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那每個都貼 可是好像他們都長得很像 只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只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就要考慮什麼 把它改成一個共用的方法 或者要共用的一個SUB 共用的副程式 也可以啦 OK 那怎麼樣把它改成共用的喔 OK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關鍵 你就要先把那個 一樣的留下來 不一樣的把它刪除 所以呢這個 這個我把它 先刪掉好了 先 或者這個先回頭 把它先刪掉一下 我把它改共用 怎麼樣把它改成共用呢 一 我先把那個 這個 剛剛的篩選業務 先把它改一個名稱 就叫做篩選 OK 以後的話呢 我就呼叫他 但是我需要傳入 兩個東西 一個是 這個名稱 一個是 這個藍術 所以好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因為我盡量寫一樣好了 程式碼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共用方法 我就 有沒有 要篩選好了 我用篩選 SUB 他的篩選名 後面的話呢 傳遞兩個東西給我 一個的話是 這個 一個是這個 然後 OK這邊的話呢 我用 那 請你在後面 先把那個篩選 業務改成篩選 後面這個刮鬍 本來 本來這個刮鬍是沒有放東西 那 如果你加兩個 那他就變成可以讓人家傳遞 相關的參數 那我們產生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 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將來就是 去修改這邊 那我就是把那個名稱 放到中間 所以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前後 記得加空白 然後 再把那個什麼呢 名稱放到中間 這個名稱有沒有 因為呢 他將來會傳遞一個名稱給你 這邊改成名稱好了 業務名稱也OK啦 業務姓名 名稱 就叫名稱好了 這樣會比較通用 那藍術的話 這個名稱跑掉 這個應該用Ctrl鍵按住 複製一下 所以將來呢 他傳遞給你一個名稱 放在這裡 OK 第二個藍術 那我可以把這個藍術複製一下 直接呢 把它取代 那一樣 你就直接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 放的東西 他不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直接把它貼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產生一個共用的一個 副程式 一個 那再來怎麼呼叫他呢 再來就是 一樣呢 我就寫一個是 再來就想 插入 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 假設 比如說叫做篩選業務好了 比如我們有四個欄位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有 呼叫他的方法 就是 篩選業務 有 假設我要產生是 篩選業務 篩選產業別 產品跟客戶 所以我就在他的下方 其實他你只要在這個程序裡面寫都可以 我寫一個 比如貼到這邊好了 貼上 那我就用call就可以了 篩選業務 剛剛是寫一串 現在不用了 直接呼叫 然後呢call 這個篩選 就剛剛那個篩選 傳遞 兩個東西給他 特別注意喔 你 篩選 call篩選 前刮鬍 那因為我們在那個刮鬍的後面 有加上 sString有沒有 這個sString加跟不加也沒有關係 你不加也沒關係 但是我是建議你加為什麼 因為呢 使用就是你在使用這個共用程序的時候呢 比較知道說 如果他丟一個什麼String 就是一個字串 藍數的話 sInt Int 就是一個整數 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比較知道說 該傳什麼東西 比如說 我要傳一個什麼的 業務 所以我就這邊 打一個業務 豆點 藍數是第3 光阿胡 OK 這樣就寫好了 那將來如果要呼叫他的話 我們實際上動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執行 篩選業務 你會發現喔 以前是寫一堆 現在是call 那call的過程當中他是什麼 呼叫他 並且把這兩個帶過去 所以f8 你會發現喔 他會把名稱帶過來 比如業務帶過來 藍數帶3 再來的話就是 input box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請輸入 業務有沒有 這個業務的這兩個字 實際上就是 有名稱帶過來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產業別 就是產業別名稱 那比如說我輸入一個小 這個 假設我在老王好了 現在 查個老王 剛剛小王沒有 老王應該有 按確定 好 這個 跟剛剛一樣 這個其實就是 有沒有重複的 他要比 找一下 沒有 沒有的話就跳離 再來是不是空的 不是 有不要 就開始查了 好 再來的話 藍數 這邊本來feel的 我們剛剛寫 固定的 現在不是 他傳過來是3 所以就把3 放在這邊了 OK 查第3欄 查什麼 查老王 所以你會發現喔 查詢的結果就是老王 OK 所以他會動態的 當然將來如果你是查產業別是4 他就是第4 以此類推 OK 是不是有查資料 然後就把資料 幫我放過去 以此類推 所以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 產生一個 那個所謂的篩選業務 然後呢 另外還有其他的 像篩選 產業別 產品 跟客戶名稱 一次 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把那個 我們的這個SARB 改為共用的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概念大概知道了 只是說 還是要動手 做一下 改哪些地方 其實 這種共用的一個程序 用到的機率 會蠻高的 尤其是 你將來在 錄製聚集 都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是覺得 你就有必要 把它改為共用 因為很多東西 沒有 這個概念 所以呢 其實 很多地方 都一樣 但是呢 就 一直貼 一直貼 所以以後改 成四 也蠻麻煩的 一樣的東西 還要再一直改 四個就要改四次 但是如果你做成共用的一個程序的話 你只要改一個地方 四個就好了 因為他們都不叫一樣的地方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需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剛好這個地方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名稱 跟那個藍數 可是未來 如果說 他不一樣的地方可能有 可能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可能很多個 那我跟你講 你不用 浪費時間 因為 參數太多也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最後反而好像發現 分開來好像 也 會簡單許多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剛好因為這一題 是剛好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沒事